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 把苏打水倒入猪肝里 出光、鲜嫩、入味、美味、加倍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猪肝富含丰富的铁盐素、蛋白质等等 适当的吃一点猪肝能够很好的为身体补充营养 猪肝买回来以后先简单的清洗一遍 然后再用菜刀把猪肝片薄一些 再用菜刀90度这样子把猪肝切一切 切剂也不要切断 然后再换另一个方向 菜刀是倾斜45度这样子切 同样不要切断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要给猪肝打上一个花刀 然后再把猪肝切成后片 按照这个方法切的猪肝呢 铺认好以后看着非常的好看 有食欲 把猪肝全部这样子切上花刀 猪肝切好装到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准备一瓶像这样的苏打水 直接倒到猪肝里边 苏打水一定要没过猪肝 苏打水加进来后往里加一勺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 往猪肝里放入苏打水 能够很好的助猪肝里面的血水释放出来 因为苏打水是成碱性的 能够渗入到猪肝的这个肉腥味中 使得这个猪肝吃起来 去腥增香口感也更加嫩滑 湿烟也能取代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帮助猪肝洗得更加的干净 像这样子抓眼以后都能看到红红的血水 这会放在一边浸泡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来切料头 小块生姜先切薄片 接着改刀切干丝 两块小葱葱白切断 大蒜切片 葱姜蒜切好中叠备用 接着准备一点洋葱 先切长条 再切成洋葱块 切好中叠备用 再来一把洗干净的海鲜菇 对半切开 切好中午碗中备用 最后来切点青红胶圈 切好中叠备用 配下料头准备好 猪肝浸泡的时间也到了 来看一下 这个水变得特别的红 这就是猪肝里边的一些毒素和血水 只有把这些水泡出来 猪肝吃起来才会更鲜嫩不强哟 就会把猪肝用肉勺捞起来 然后用水冲洗几遍 把猪肝充分的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用手稍微挤压一点水分 滴干水分的猪肝重新倒回大盆中 接下来腌制入味 适量的盐 一勺料酒 少许白糖 少许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玉米淀粉 下手揉拌均匀 让猪肝更好的入味 像这样抓匀后放在一边 腌制10分钟入味 准备一个砂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把姜蒜倒进来翻炒 炒出葱姜蒜的香味 吃香味后把洋葱倒进来 同样的翻炒几下 洋葱的香味浓郁以后 把海鲜菇倒进来 用筷子铺平整 接着倒入刚刚煸好的猪肝 用筷子整理整理 沿着锅边淋入小半瓶啤酒 盖上盖子 中火焗5分钟 盖上盖子中火焗5分钟 出锅道打开盖子 哇一盖盖闻着非常的香 接着撒入刚刚切好的青红椒 盖上盖子焗半分钟即可 按照以上的方法 竹竿切好后用苏打水泡一泡再来烹饪 吃起来不腥不柴特别的鲜嫩 而且添加了洋葱和海鲜菇 吸煮了猪肝的鲜味 做好后一锅端上桌 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